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定是我 所以我的成長的過程 不是經濟上的坎坷 那個時候台灣大家都很貧窮 但是很不順利 比如說我在青少年的時候 讀的學校 我把他的數目講出來 你們就會嚇一跳 我羅東中學被退學 早到託稱中學又被退學了 那麼就在家裡 就跟義母人 宗盛的關係處得比較不好 我也不是怪他 當然我確實是壞小孩 所以離家吃了一年 將近一年 去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後來就在 沿平北路山段 右手邊那邊叫做保安街 你們這裡如果有老台北的人 就知道保安街是什麼地方 是燃肉市場 是台灣規模相當大的一個機女戶 我是在那裡修理電風扇 那個時代 民國四十 四十年 什麼叫冷氣機還沒有聽說過 所以都是電風扇 那麼機女戶那麼多的一個 五六百家的機女戶 一家機女戶 就算有十個電風扇就好 你看就多少 不得了 所以修理電風扇 所以知道機女的生活 倒不是我 對 我那一篇東西寫出來 抗癌之主寫出來之後呢 他讓我們家裡難堪 哇你太太 不是你太太 你先生怎麼對機女戶那麼熟 我覺得很難堪 那後來覺得這樣打工工作呢 很辛苦 還是讀書好 就四十一年的時候 民國四十一年 考上台北師範 那個時候的師範學校不好考 三十三個舉一個 竟然也被我這種人考上去了 讀來一年了 又退學 那整個就不敢回家了 所以要小禁八五 人遇到困難 遇到困境 他就會忙著腦筋去想 怎麼樣來突破這個困境 師範學校在當時威權的時代 你要轉學 不可能的 但是竟然呢 讓我轉學成功了 那麼這個是等一下我會說明一下 那轉到台南師範 被留級一年 讀了兩年 又退學 從台灣的一個東北部 這樣讀到台南去了 那台南又退學 那麼那一次我就覺得完了 接下來是真的沒有學校 也沒有什麼本錢可以在 人家也可以原諒我的時候 就放棄的時候 不死心 又做了一次 又讓我成功的一次 那也是蠻有創意的 好像這個詐騙集團 是詐騙這些長輩 讓他們來通緝我 結果還轉到屏東師範 屏東師範去是留校查看 那麼我記得當時我見了那個 屏東師範的校長叫做 張校良 張校長 他看到我的資歷 他說 王春明同學啊 你是留學生 他說我是留學 哪裡 都沒有出國外 然後念書怎麼叫留學生 我腦筋只是想 我說我不是 怎麼不是 你從裡面宜蘭的羅東這樣流流 流到多久 流到台北 流到台南 再流到我們屏東來 我說不是 我說是是是 他說的是三點水的流 還好 他說三點水的流 他沒有說下流的流 他說是是是 馬上就考我說 那屏東再下去是哪裡 我應該要一點 台灣的地理的觀念 沒有什麼清楚 那個時候還算是農業社會 台灣的地理當作教材呢 沒有比大陸的一個地理更詳細 大概帶過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我心裡非常的緊張 結果校長現在在給我口試的話 我如果答不出來 可能這次得轉學 就轉不前了 我就講一個大目標 就 巴斯海峽 校長就笑起來說 嗯 那你對台灣的地理還有概念喔 那你要知道 評論示範是台灣的 最南端的一所示範學校 你不要以為還有示範學校 可以轉下去 再下去就巴斯海峽 巴斯海峽說 沒有示範學校 我這麼一聽呢 就大概沒有問題了 結果學校就說 你要留下查看 但是呢 要看著自己 能不能畢業要看著自己 那麼 我為什麼沿途這樣的一個 壞 到底是怎麼壞下去 當然我換課 還有打架 這些事情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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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